中華歌韓哩 你們 你們相信祝福嗎 我想要拍一個電影師讓觀眾來看完之後 然後我剛剛是不小心去參加了一個儀式 咒裡面的那些可怕的一切 都是我最害怕的東西 你說為什麼我最近都毛毛蟲 因為我很怕毛毛蟲 我去弄一些自己都覺得害怕的東西 像這個 我都不敢太靠近我自己覺得太可怕了 鬼片其實就是把所有大家害怕的東西放進去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鬼片賣弄的就是恐懼 所以恐怖片的責任 就是要找到大家都害怕的 但是又 但是又很秘密的 那時候很流行日本的恐怖片 我上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就拿家裡的DV DV就是小型那種家庭錄影機拍了一部 叫做鬼印的短片 我跟攝影師就 我拍他 他演 然後他拍我我演 然後我們就這樣拍來拍去 那那個時候我大一 結果那一部片在網路上就爆紅 那是一個沒有YouTuber的年代 我得把它上傳到一個地方叫做DV World 爆紅之後就好多電影公司 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跟他們聊一聊這樣 然後一看到我就這個高中剛畢業 然後也不可能真的找我去當導演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變成一個剪接師 再見的格魯 令人討厭的松子 我是企鵝寶貝啦 天使海雅 台灣版的預告 結果我來剪這樣 我現在不管準備要拍什麼電影 有人找我拍或是我要拍 我都會先想那個電影的預告片長什麼樣子 對 等到我真的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我才拍了我的第一部電影 叫《絕命派對》 不是鬼片 是屠殺片 當時跟我們合作的那間公司叫做三合娛樂 大量的啟用年輕的新導演 拍他們心中的商業類型的電影 於是就找我去 沒有人知道怎麼拍屠殺片 沒有人知道怎麼噴血的 對我們只能拆 然後或是看國外的電影學 學什麼學分鏡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一把刀子要有分半截的 在身上要有半截的 然後你要有橡皮的 因為打來打去很危險 你橡皮的 近一點的話你可能要有塑膠的 然後再拍近一點要有金屬的 然後再更近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把真的是有魔力開光過的刀這樣 嘗試裡面就會遇到很多挫折啦 但是你也會知道說原來電影就是要一直 大家來想辦法做一些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接下來又拍一個九把刀的小說改編的 打噴地 他等於是超級英雄電影 然後我又拍了一個叫做 《Deuce Manual》 《脫膽告急》 有點像美國派這樣子的亞洲版 拍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總覺得就過了好久了 不行欸 我也要拍恐怖片 而且我好久沒拍 只屬於自己的電影 拍揍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要怎麼樣才能拍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鬼片 我們那時候要找一些投資方 然後我都講到很興奮的時候 就跟人家說 我們要拍一個電影 就是很可怕 觀眾看到一半就會想要走 因為他覺得這東西有毒 所以他想要走 然後我們下面的那個 編劇就一直在桌子上 一直踢我的腳 說你不要這樣 到底誰要投資一部 觀眾看到一半就想要走的電影 我想要拍一個電影是讓觀眾來看 看完之後 他走出戲院會覺得我剛剛是看了什麼 就是 我剛剛是不小心去參加了一個儀式 然後出來我還付了一個賬票的錢這樣 所以裡面才會有那些叫你做手事啊 叫你唸東西啊 然後好像都催眠你啊 請在心裡面跟我再唸一次 這是揍的劇本 黑黑臭臭的然後一堆 可能現在已經看不到懂的筆記了 這個就是揍裡面鬼打牆的戲 這個就是掉在上面的人嘛 這個是躲躲飛起來 掉下來 半生不隨 這個是揍的 寫劇本的時候的三夢劇的線條 大原則一定會寫在上面 所以不管這裡面的東西怎麼改啊 他一定都還是什麼內疚跟愛 然後我為你而死不是因為我內疚 是因為我愛你 等到他寫進去的時候 很多人要幫你把它完成出來的時候 你就有同伴了 你就不再是一個人 然後你覺得大家實在冒險 你得每天想辦法保護你劇本裡面寫的東西 每一部電影在拍的時候 你都會有需要妥協的地方 你會有時間的壓力 那個東西我覺得才是拍片的時候最可怕的東西 其實我下一部電影就是要跟日本做跨國的合作 我們希望可以做一個亞洲最高規格的恐怖片 可是我想要把它做成是會爬的東西 汙著臉然後黑色頭髮 然後因為懷孕有點水腫的 很多屍塊還會爬 我們是要去告訴大家 一個假的東西是真的 而是告訴他 他就算是假的 他也有毒的 我們為什麼會害怕 自己都知道是假的東西 印象中好像墨西哥吧 有網友私訊給我說 他說他看完這部電影 他已經很久沒有睡好覺了 他知道電影是電影 但是裡面那個宗教是不是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吸收到很不好的能量 然後我要一而再三的安慰他 安慰他好幾天 你的電影真的跟觀眾有互動到 你有走進他們的生活影響到他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作者最開心的地方 好啊 嗯 好啊 好啊 嘿 你好啊 何不如你 首先我很怕鬼 但是我同時又不相信 不完全相信 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你是半信半疑的 但是想要相信 我最害怕的就是會消失 你如果只是來了 然後你就消失了 我會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 透過某個方法存在 可能是這樣才選擇拍電影 就是你想要有一個 以後死掉之後還有一個東西在這邊 這個是我最害怕 也最想要的事情 我會想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